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就说如果你们在高雄的话呢 曾经真的是辛苦了 竟然呢停电呢超过了12个小时才复电 这实在是压力太大了 造成了非常多的不方便 更不要说产业呢有非常重大的损失 而且呢真的是算是运气好 昨天并没有在这个停电的时候呢 因为没有这个交通耗制而出现这个重大的这个交通事故 如果有的话啊 这真的不是说这个台电 经济部会来宣布什么台电打什么95折啊 9折啊能够来弥补的啊 好我们待会呢来继续讲这个停电啊 蔡英文上台以来 已经有五次的大停电事件了 然后光是新达电厂发生问题造成全台湾大停电呢就有三次啊 我们整个的系统呢出了很严重的问题啊 好我们待会呢来继续来讲这个停电 我们首先呢是要怎么因为要送东西啊 要送东西的这个后康呢先讲啊 您现在呢下载了呃全新的飞碟的APP了吗 赶快去下载哦 您可以到这个飞碟的脸书粉丝团去扫描我们封面照片的QR Code 或者呢是到App Store啊 或者是Apple的Store 或者是这个Google Play搜寻飞碟联播网下载 是浅蓝色logo啊浅蓝色logo的飞碟APP 然后呢您下载了之后呢 呃到下面哈 这个APP下方中间的有个圈圈有一个live聊天室 留下这个通关密语呢 就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这个飞碟APP 留言拿好里的赠奖活动啊 我们要送出的礼物有什么呢 有这个碧虎防滑二代组三年强效的隐形防滑 还有绿果的双色锐豆豆皂啊 男士款大富贵冠军超纸组 独门香辣麻辣锅剥皮辣椒鲜鸡汤 冠军黄金脆露 UV100的健康防晒专家 抗UV遮阳美颜罩 菜黄乳啊签名款 还有汉橙净雪 鸡雪草极致线雕 晚安动魔啊 好您现在呢就去下载啊 呃我们这个飞碟的全新APP 浅蓝色logo哦 去扫描我们脸呃脸书的粉丝团的QR Code 或者是到APP的 Apple的store或者是Google Play 浅蓝色logo 然后呢我们今天通关蜜语请注意 通关蜜语是全新飞碟App 飞碟午餐送好礼啊 现在就去下载 然后到聊天室上面 呃写下我们的通关蜜语 全新飞碟App 飞碟午餐送好礼 好然后呢就有机会呢 把我们的要送您的东西呢 带回家啊 然后欢迎您到我们的飞碟脸书 粉丝专业的置顶天文去查询哈 再说一次我们的通关蜜语是全新飞碟App 飞碟午餐送好礼好我们回到这个呃停电的这个事件啊 发生这么严重的停电事故啊五百多万的五百四十万的用户受到影响 嗯王美花还好意思坐在那个位置上吗 你这个自行处分 政务官要怎么样自行处分去寄过吗 好然后去呃扣去扣你的这个年终奖金吗 政务官的负责的身份呃负责的方式就是一个嘛 就是请辞好发生这么严重的这个事情 呃在2017年的时候当时发生呃全台呃大停电啊 815的停电事件有五百九十二万的用户受到影响 那时候的经营部长李世光就请辞下台了 王美花你为什么还不下台呃 陈水扁都看不下去了都在脸书说 政务官要负起责任 王美花你还好意思坐在这个位置上吗 蔡英文呢在2016年当选之后呢 到现在呢发生了五次大停电事件啊 2017年8月15号呃大潭电厂六机组跳机啊 这个造成了呃停电的户数呢是五百九十二万户 呃2021年5月13号五一三这个大停电 新达发电厂的机组跳机呃影响了四百一十五万的用户 呃5月2021年也是去年5月17号呃 新达电厂机组故障跳机 一百万户受到影响 呃去年的12月12号 一二一二的万龙变电所起火造成了三十万五千四百一十八户受到影响 昨天呢又是新达电厂啊 开关厂的故障呃造成了五百四十九万户呢受到影响 昨天所谓开关厂故障的事故呢 是因为呢呃他的二号机啊在税收期间 然后工作人员呢呃发现了编号三五四零的开关呢有水气的问题 所以他就把开关里面的绝缘气体啊六幅化流抽离然后进行检查 结果呢其他人员呢在对这个机机组呢测试的时候呢 却是在没有绝缘体的气体之下呢去操作就造成这个故障啊 呃所以就造成了呃就造成了这个呃 低频啊卸载啊啊然后跳机啊所以呢呃龙旗超高压变电所以南的机组呢就跳脱 那系统呢就自动切离了保保护所以南部地区停电 然后中北部呢因为低频卸载所以有这个点状式的停电啊 这个呃为什么台电的台电的这么的这就是罗斯松了哈 就是说这些在检查这些都应都是有标准的程序标准的作业的哈 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会一而再再三发生这个人为上面的这个问问题啊 而且呢呃学者就质疑说台电讲昨天在第一时间的时候呢 因为就是很怕被骂说你看你看就是缺点嘛哈 他们就不缺点不缺点我们有这个呃被载容量呢高达百分之二十四 但你被载容量你送不出去他就是问题嘛 而且呢学者也就质疑说呢这个是在说谎哈 因为呢台电说这个事故之前的被载容量呢是百分之二十四点六一 但就是把光电跟风电呢一起算进来 那实际扣除了之后呢被载容量呢根本不到一成 哈所以说呢你才会就说新达电厂你的事故一发生之后呢 你你就爆发了全台湾的呃大停电哈 然后你的再是我们的再生能源呢又跟不上这个电力发展 所以呢这个电网的故障呢就只是开端而已啦哈 嗯清大的工程与系统科学系的教授叶宗光呢 他就说呢这很糟糕哈就昨天的这个停电呢可能只是前菜 二零二三年到二零二七年才是台湾的真正会进入用电黑暗期哈 他说这个南部的电网里面啊龙旗超高压变电所负责南部的电力输配哈 那新达电厂的电力呢瞬间中止 所以你使得这个龙旗的超高压变电所你根本就来不及反应啊 所以呢他就跳脱了 然后呢龙旗呢又负责这个和三厂呃大龄电厂和南部电力的调配 所以你故障之后呢就是你没有办法呢对外送电 所以你台电就只好全部降载来处理啊更夸张的事啊 呃因为在北部的部分呢就是陆陆续续呢中午前呢这个恢复嘛哈 可是呢在南部啊傍晚呢太阳光电呢减少的时候呢就是其他的这个发电厂的这个机组呢还没有办法呢这个恢复满载 然后明那个大家都回家啦夜间的需用电的需求就增加 所以为了维持这个电网平衡 所以南部地区呢就要卸载掉部分用户的溃限好也减少需求 所以南部搞到一个高雄搞到的停电了12个小时才这个复电哈 所以我们的这大问题是什么就说再生能源并网之后呢他电网的这个负载呢就变高了 所以你的电网的韧性呢就不够了哈 所以这个台电呢虽然已经去呃去这个主动的管理啊到这个脆弱点巡视 你还是发生了这样的状况所以就表示你这个电网的设置还有这个绿能他根本就供不上嘛 你在这你在这个太阳一下山太阳光光电就归零啦 你怎么你再怎么样供电就我们为什么要对民党政府就是抱着这个意识形态哈 就是要让这个2025这个非核家园你要让那个核二核核什么要提前的去要让他们去除疫 那个核电呢就是稳定的基载电力台湾的这个电力呃你这个再生能源不但是跟不上而且他也有这个电网设置上面的这个问题 为什么不重新的好好的来考虑正视这个问题才能够真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非常的严重了哈 嗯 这个中国时报的记者啊王玉树的写的这篇的文的特稿就说我们是这个纸糊的这个电力系统啊你就引爆了全民的灾难去年呢 针对513517的停电视检讨报告进一步呢就提出了我们有几大问题呢电网大修调度需求面管理好有六大六大面向有二十二个二十二个问题啊二十二项的问题就说要如何的来去改进就现在呢根本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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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作文比赛吗你点出了这问题之后呢一点改是怎样是改善一点改善的能力都没有吗 这实在是问题太大了哈联合报呢今天的这个社论呢说走钢索的电力是在折磨人民和经济的确是哈嗯你看这个呃我们过去呢这些重大的停电的事件呢有包括了这个原因包括包商操作天然气供应管路卡片的更换不当啦变电厂故障啦所以这个电厂呢电压奏降 太阳光电和风力发电不如预期啦核电厂人员呢滑动椅子物极开关啦然后变电厂老旧故障等等哈然后他说呢这些呢都是台电的片面之词 明眼人不难看出绿能发电不如预期是决策判断一路错误所致啊设备老旧未能及时更新是轻书管理待乎 除此之外属于执行层次的胖手指疏乎则多到不可思议这非常非常的严重哈然后这些问题呢就说本来你可以透过延缓既有的核电厂的退役解决 你确实设法保留多一点的基载电力但是呢我们却 蔡英文总统执意推动飞核 然后你就把这个任务呢去交给脆弱多变的燃气发电厂来承担啊 我们这个天然气呢2025飞核战争之后呢要负担这个50%的这个工地 我们已经讲过非常非常多次了啊天然气呢天然气的它光是在这个运输上面 你要承担的风险和变数就很多啊一旦呃台海之间呢有任何的这战事 这个大陆呢只要一封锁啊一封锁一阻挠呃我们天然气的这个运输我们就运不上来 那我们的能源的命脉呢就遭遇到就被人家掐住脖子了哈 那更别说呢就算不是发生战事如果说台风啦天后啊影响啊等等等等之类 或者是说你发生像在这个长荣那时候呢去卡到人家的这个通道啊 这个船这个货运船运的这个海的通道的时候呢 你造成全球的这些大塞车的时候我们的天然气攻不上来 我们也会断气啊我们一断气呢就国家安全的就出了问题了 你为什么不重新的根本性的去思考你的能源政策是错了 你承认这个错误 这是你的面子问题吗你的面子有这么重要吗 你们保你们谨守着这个意识形态有这么的重要吗 重要的是台湾如何确保能源安全 这才是我们国家应该去思考的重中之重吧 好如果说您现在呢正在看飞碟午餐 我们在YouTube上面的这个直播的话 我们在影片的左下角呢 也有我们的QR Code啊 就您可以扫描我们的这个QR Code呢 就可以下载全新的飞碟App 然后呢下载了之后呢 点到他这个App下方中间有一个圈圈 进入Live聊天室 留下通关密语 全新飞碟App飞碟午餐送好礼 全新飞碟App飞碟午餐送好礼 就可以拿到我们的这个奖 有这个毕甫防滑电啊 有汉塵净雪 鸡血草机制限雕晚安动魔呀 还有UV100健康防晒专家 呃提供我们的这个抗UV遮阳美颜罩 还有大富贵的冠金超值足啊 绿果双色锐豆豆皂男士款等等啊 欢迎大家呢去下载我们全新的飞碟App 好呃我们再谈一下这个停电啊 这边停电呢是真的非常的这个惊险了啊 呃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人呢 就受困在这个电梯里面 而且我刚才讲了啊 如果说是因为停电 交通耗制故障 而发生重大的交通事故的话 这真的不是呃台电什么电力打折啊 等等啊可以去呃弥补的哈 呃然后呢呃业者呢就讲就说 像比如说呃石化业呢呃 他估计呢损失呢是超过这个20亿啊 你跳一次电 他开炉要三天的时间呢 他说这个呃像这个石化业哈 要重新这个开炉呢 不是不是像电风扇呢 你插电就可以去转了哈 这个业者讲说这么大的一个工厂啊 要运作他必须要水电系统 动力系统冷却系统 蒸汇加热系统啊一一到位还要逐一的检查修复啊 要透过燃烧塔排放清理堵塞在管线内的原料和半成品啊 你到安全无余你才可以重新开炉启动作业最少要三天呢 所以呢哦这个是非常的麻烦哈 他说呢呃中油呢石化业嘛哈中油要全盘掌握哈 上下游的产业链总要整合啦哈 呃中油的除除槽呢是有限的没有办法透过这个管线送料给下方下游的厂商哈 所以这个都是呃损失呢大概有这个要有一二十亿啊 那个呃高科技产业啊虽然说竹科呢昨天呢没有受到虽然没有停电 可是他也受到影响哈 像呃他们呢都面对就是就是降就是降压啦哈 就是受到压降的影响 所以呢厂务设备呢和生产机台呢受牵连 那市场估计呢损失呢大概呢超过百亿 这次很麻烦哈 你看我们不是台那个台很高兴之前的时候 对不起我喝一口 喝一口咖啡 呃很高兴的那个呃陈其麦法 他当作是天大的这个正机呢台积电呢到这个高雄去设厂 这种高高科技产业 他最重要的就是要确保这个水电供应无余啊 你这发生了这样的这个事情不是开这些玩笑吗 这个封测大厂呢日月光呢在高雄呢有三十栋的厂房啊 有四栋呢正在兴建中 有二十六栋的厂房呢受到这个停电的影响 这个根据联合报的这个记者这个报道说 他有一个高阶主管就在那边哀叹哈 台电呢三不五十呢就小套店 就好像是图图集演习一样 然后这一次呢停电的时间呢拖很长 吃吃没有复电啊 几乎快要不能呼吸了啊 全台湾有六十二座工业区呢 有四十八座呢受到颇及 呃科技产业园区呢以南部呢受到的牵连很大啊 有五百二十二家厂商呢停电啊 这个我刚才讲那个石化厂啊 他们呃一停呢要三天啊 才能够去恢复 跳一次电开卤要三天 呃石化业呢说停厂 停化业厂啊停卤一分钟呢就已经不得了了 所以你看这个影响的是非常非常大的啊 好呃这个是停电的问题 就是王美花在这种情形之下 你你还坐得住那个位置吗 真的就是应该要 真的是应该要这个呃 辞职下台以示负责啊 整体的整体的这个呃螺丝呢 就是要上就是要上景点 而且你下台呢表示你这个负责的态度吗 这个是很应该的啊 这是一个很起码的负责任的态度啊 好我们来关心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这个战争啊 那有关于谈判呢 最新的进展呢是双方同意在最近的呃双方同意呢 开辟人道走廊来撤离呃平民啊 俄罗斯呢昨天已经攻下了南部的重要的城市克松 那会造成了呃大量的这个难民的问题啊 然后呃在第二次的这个谈判里面还不错哈 达成了这个协议就是说开辟人道走廊来撤离难民 然后双方呢也同意呢在最近的未来啊 举行第三轮谈判啊 现在这个战事呢呃进展到现在啊 谈判能不能够呃取得这个进展 其实是关系到呃接下来就是会造成多大规模的这个伤亡呢 这是很严肃很严重的事情啊 呃马克宏呢法国总统和普丁呢通电话啊 马克宏警告普丁正在乌克兰犯下大错啊 然后呢会让俄罗斯呢付出重大的代价 但是呢普丁的态度呢是非常的强硬啊 他说呢军事行动呢会依照计划进行啊 然后马克宏认为呢普丁的目标呢是要占领整个乌克兰啊 天啊哇那这样子的话那战事会到什么时候呢 呃日本方面呢取得的情报显示 呃俄罗斯方面呢希望在3月6号的时候呢 呃能够终终止整个的战事现在有可能吗 啊然后呢泽伦斯基呢呃又在对这个普丁喊话啊 他说停止战争的唯一方法是直接跟我会谈啊 直接跟我会谈 他说我们不攻击俄罗斯也不打算这么做 你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 离开我们的土地 好他说呢西方呢呃应该要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好如果说呢你继续让这个俄罗斯推进的话 欧洲的其他的地区呢会受到严重的威胁 嗯这个是现在的这是现在的这个进进展了哈那路透社呢有一个最新的这个消息是说 跨的啊就是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四国的领导人三在三号的时候呢举行了跨的的线上闭门会议啊会中的共识是说不不应该容许印太地区重演乌克兰事件不允许在印太地区以武力片面改变现状啊那这当然讲的就是中国大陆啦好可是这样子的一个宣誓嗯当然就是重申的就是中国大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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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呃这些国家的立场哈呃然后呃希望呢就是给这个中国大陆啊就是很中国大陆一种警告了哈就你不要想说在呃俄罗斯采取这个行动的时候呢在呃印太这个地方呢台海南海呢清台南海东海啊轻举妄动啊然后呢也不容许呢在呃乌克兰的情况呢在印太地区发生啊其实尴尬的就是呢我说 我昨天有讲过啊印度呢印度呢在联合国大会上呢对于谴责俄罗斯的决议呢是投下了弃权票的好所以这个美国应该就觉得这个非常的这个不舒服吧好嗯现在呃印度来讲啊他们只有公开的强调就是说呃印度总理莫里办公透过办公室说乌克兰问题有必要回到对话和外交的道路上 讨论啊然后呃美国呢也准备加强啊他们跟这个印太关系的这个联系啊来宣示呃美国呢和盟国之间呢捍卫印太安全的决心啊所以呢呃五月下旬他们会在东京开会他们预计在东京开会 然后拜登呢会访问日本好这个是拜登呢担任总统以来呢第一次到亚洲来访问五月下旬 那个时候应该乌克兰的战事是结束了如果到五月下旬还没结束的话事情就大条了哈 那呃拜登自己来那个强度呢就非常的大哈那他呃在这一次的呃五月的印太行 他会不会趁机啊就借这个机会呢然后到中国大陆访问还是说不到中国大陆访问啊 而去强化了真跨的这些国家之间的关联性那这样子的话呢针对性的去呃形成一种包围圈去围堵中国大陆和对抗的态势呢就非常的强烈了啊呃大陆方面呢针对呃中国的针对美国的举动啊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对应的外交策略啊也会是在这个五月的时候呢呃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啊嗯 嗯在这个时间点上呢美国会扮演些什么样的角色当然会受到很高度的关注啊呃特别是呃拜登总统呢在呃乌克兰的战事打响了之后呢就临时决定啊派一个跨党派的啊跨党派的高级高级事务官啊高级的这个官员的代表团到台湾来要然后到日本 然后来显示他们这个捍卫这个印太地区安全的这个承诺和决心啊啊哎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呃我们看到呢他们强调的当然都是一些是口头上的保证啊可是呢蓬佩奥呢呃却在面对台湾的工商界的时候呢讲出了真话啊 他昨天在这个闭门的这个会谈里面啊就是跟这个工商界呢谈到有关于呃如果一旦啊呃台海之间发生发生啊大陆对台进行呃军事行动的时候美国是不是愿意为台湾出兵 蓬佩奥说这是个需要仔细考量的问题啊就这样子而已耶呵呵他并没有说啊我们一定会怎么样什么什么的没有耶好所以可见得蓬佩奥在回应这些问题的时候他还是相当谨慎的啊然后呢那他就强调说啊相当佩服乌克兰愿意出来乌克兰人愿意出来捍卫国家你是在暗示什么 你是在强调什么你是在提醒什么就是说台湾人必须在这个时候要捍卫呃台湾自己的安全与其啊与其这个呃眼望美国政府啊不如呃自求呃自求自己的呃团结啊为自己的安全保障是这个意思吗哦他竟然说他竟然说这个呃是美国是否愿意为台湾出兵是需要仔细考量的问题耶 这非常的耐人寻味了啊我觉得也嗯这个很奇怪啊这个这个有点疯这个有点怪怪的虽然我相信赖清德没有这样子的意思了啊就赖清德呢昨天在圆山饭店的设宴款带这个蓬佩奥啊他特别准备了凤梨干啊是凤梨干啊不对不对我看错我看错我以为他准备芒果干我想像这样太夸张了哈哈是凤梨干凤梨干 还好啦凤梨干芒果干的话就有点就有点诡异了啊呃好呃联合报呢报导了一个独家新闻啊这个独家新闻呢是他们的这个记者我看一下啊他们的记者呢周志豪的这个报导啊是说蓬佩奥呢他这次到台湾来访问这背后呢有很大的这个商业目的 他是来拉生意的啊这是根据呢我们这个驻美代表处啊在去年8月2号发给外交部的电报因为呢蓬佩奥呢他这一次呢是想要争取退辅基金劳退基金来投资跟他有关的这家公司好所以呢他是来争取呢政治保护费哎这个真的是妙了啊他呃蓬佩奥呢去年8月7月8号 就帅这家公司啊Ana Rock的投资长啊到双向元拜会了呃我们的驻美代表小美琴啊然后希望呢能够争取呢我们的退辅基金等等啊去投资他的呃这家公司参与的投资计划涵了货运啊航空啊冷链啊等等啊那我们呢也非常的给面子了哈就是也安排了相关的这个部门呢跟他们去 洽谈哇如果真的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呃我们真的是要非常的小心啊你把钱呢投到这个呃他的公司里面去你你不就是把这个军公教的退辅基金和劳保基金去当做政治保护费吗啊好我们要呃进一段广告啊然后最新的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战士是说传出来欧洲最大的一个核电厂在呃好像 被遭遇到攻击那这个如果遭遇到攻击的话我看一下啊这个是呃乌克兰的核电厂遭到俄军的炮击起火这是不是另类的核武攻击啊到目前为止啊呃这个核电厂的受损的状况呢不明不清楚啊这是临近呃炸波罗热核电厂的 安克德镇的镇长在网络的发发文他说制度核电厂在今天早上遭到俄军攻击之后失火